男人经常喝枸杞 身体或许会出现这几种变化 你知道吗 很多朋友都喜欢泡枸杞喝 那你知道中老年男性朋友经常喝枸杞的话 会有哪些好处 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吗 今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第1 可以养肝明目改善眼睛昏花甘涩的问题 中医认为枸杞具有养肝血滋肝阴明目的效果 而大部分中老年人是容易出现肝阴亏好或者肝血不足的情况 所以经常会感觉眼睛干涩昏花 看东西不清楚眼疲劳 而经常用枸杞煮水喝就可以调理这些症状 第2可以滋阴改善口干口渴 嗓子痒的情况 很多中老年男性容易出现一些嗓子干嗓子痒 动不动就咳嗽 感觉嗓子眼里不舒服有异物感 以及口干口渴 手脚心发热 等等情况 这除了本身阴晶亏损外 还可能因为吸烟太多伤到了肺 而枸杞它其实也是入肺的 可以滋肺润造的 所以也可以改善这些嗓子不适 干咳的情况 第3 可以补肾 改善 腰酸腰痛的情况 那枸杞可以补肾 应该是每个中老年男性都知道的事情 中医认为枸杞入肾 可以很好的滋补肾阴 补充肾经 所以如果你经常出现一些 腰酸腰痛 腿脚乏力 没劲 走路好像采棉花 以及口舌 和干燥等情况 就可以用它来调理一下 第4 可以降虚火 改善欲望大的情况 人到中年 当出现肾阴亏损 体内虚火旺盛的情况时 可能就会伴随着一些欲望过剩 经常动不动就想着那种事 但每次事后都觉得身体仿佛被掏空 腿脚都没有力气的情况 所以保温杯里泡点枸杞 就可以改善这个情况 另外经常喝枸杞也可以补育筋骨 如果搭配兔丝籽 浮盆子等中药 还可以改善一些腿脚乏力 头晕耳鸣 尿皮尿急尿不进 甚至是功能下降等情况 如果配上一个酸枣仁 还可以调理虚凡性失眠 就是晚上莫名烦躁 身心燥热 手脚心发热 睡不着的情况 但需要注意酸枣仁 毕竟是滋阴润的药 如果你阳虚大病吸糖不成型 最好不要经常用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及时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 你会想拍资の衣服 你会想拍资 感谢观看